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宿舍旁的灵棚 博然是一名高中生 高中的制度很严格 最近几天他又患上了风寒 所以每天中午他都必须请假去挂吊瓶 今天是周日 下午没有课 博然从医院出来的时候看时间还早 他就去网吧玩了一会儿 当天的天气非常的差 天上阴云密布的 才刚刚五点 外面就已经漆黑成一片了 博然看了一眼手表 这快上马子习了 于是他起身离开了网吧 从网吧到学校啊 有很长的一段路 往日里呢 这段路上车流量非常大 可是今天却是一辆车都没有 而更糟糕的是 这条路上的路灯竟然全部都坏掉了 博然不禁打了个冷战 但是为了尽快赶回到学校 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 但是走着走着 他自乎听到了什么声音 他停下了脚步 仔细的听着 是喇叭的声音 没错 就是死人时候吹的那种喇叭 在这条路上 有人在办葬礼 不然吓了一跳 他拔起腿就向学校那边跑 就在他马上跑到学校的时候 他突然撞到了什么东西身上 摔倒在这地上 哎呦 疼死我了 这么黑了 跑这么快干啥呀 不然猛地坐起来 他揉了揉眼睛 原来自己刚才撞到了人 一个骨瘦如柴 头发乱蓬蓬 嘴角还带着一颗黑质的老太太 站在他的前面 我 我 我着急回学校啊 勃然颤颤巍巍地说着 哎 我说你跟我抢什么道啊 我 我 没跟你抢啊 你说什么 你敢说你没跟我抢道 老太太的表情瞬间变得猙獰起来 勃然见情况有些不妙 立刻说了一句 哦 是我的错 天这么黑了 您出来干什么呀 我家住在学校宿舍的边儿了 明天中午十二点我要搬家 我出来看看这条路的路况如何 这条路一直都挺好的 这几天我天天中午都从这儿去医院 是吗 那好 那明天中午十二点 准时来接你 送你一段路怎么样 勃然此刻起身 拍了拍身弄了土说 啊 谢谢 那就不用了 说完之后 他就匆匆忙忙的跑进了学校 这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被一个老太太撞倒了 勃然怎么想也想不通 回到了班机 大家都在围着小帅 班长走过来告诉勃然说 小帅的奶奶今天中午十二点过世了 他正抱着奶奶的照片 伤心的哭呢 勃然听到之后 不由的产生了一丝同情 小帅一下就 一下声 就没有了父母 是奶奶 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带大的 如今奶奶也过世了 勃然走上前去去安慰他 可是当他把木桩转移到小帅奶奶的照片上的时候 他竟然发现小帅奶奶的嘴角有一颗黑质 他睁大了眼睛 用手捂着嘴边 走到这一边 小帅的奶奶是今天中午十二点过世的 那么我刚刚看到的那个嘴角带黑质的老太太 不会就 哎 不然你想什么呢 啊啊 干什么呀 班长拍了拍勃然的肩膀 想什么呢 啊啊 没事 对了 小帅奶奶住在哪啊 不太清楚 好像在男生宿舍旁边吧 怎么了 有事吗 没事 就是问问 就住在宿舍旁边 什么 宿舍旁边 宿舍旁边不是只有那一户人家吗 刚刚那老太太也说住在那 难道说那个老太太就是小帅的奶奶 勃然不敢再想下去了 他迅速的走到自己的座位上 坐了下来 等晚自习上完了 勃然匆匆忙忙的回到宿舍 洗漱了之后就躺了下来 他的床紧靠着窗户 他抬起头向外望了望 他看见宿舍旁边搭起了一个灵棚 放着一口大红的棺材 在棺材旁边放着一些纸牛和纸人 灵棚与宿舍之间 只有一层铁栅栏的隔着 这应该就是小帅奶奶的灵棚吧 不然在心里边这样告诉自己 可是这个时候 他突然间觉得肚子疼了起来 由于这宿舍里边的厕所正在改造 同学们只好从侧门出去 去上露天的那种汗侧 但这条路刚好要经过那个灵棚 博然有些害怕 于是他叫醒了所长 陪他一起去 在经过灵棚的时候 他不敢看一眼的地方 从此到回来 博然没党社长 疯了一般从侧门跑了过去 而就在他刚刚推开门的时候 一口大红棺材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头不由得转向了旁边的灵棚 里面的棺材不见了 这个时候社长从后边走上来 我说你怎么不等我一下 你坐地上干什么 起来 博然嗷了一声 换过神来 眼前又恢复了正常 棺材不见 没事 刚才跑太快了 摔一脚 社长扶起了博然 两个人走进了宿舍 当回到宿舍 躺在床上 博然反复地想着这一系列奇怪的怪事 渐渐地他睡着了 一阵雷声将博然从梦中惊醒 外面要下雨了 博然想起了校服还在外面 他穿上衣服准备出去 可是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犹豫了一下 但是还是果断地推开门 借着灵棚的微弱的灯光 他看见了校服 他迅速地跑了过去 然后就是轰了一声雷声 啪的一下 灵棚里的灯碎了 博然拿起了校服准备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闪电划过 博然紧约地看到那口大红棺材下边 站着一个古兽如柴的老太太 他吓得把校服扔在地上 一阵大风吹过 把那校服吹到了铁蓝盖旁边 离灵棚只有半步之遥 博然起身向灵棚走了过去 这个时候又是一道闪电 他清楚地看到 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站在上来 他愣在那里大叫了好几声 灵棚里的灯自时被换了一个 那个小姑娘活生生地站在博然的面前 他冲着博然大声地说着 大哥哥 我是出来换灯的 没吓到你吧 没有 小女孩向灵棚走了过去 博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 他仔细地看着灵棚 突然之间发现 棺材前边的纸人少了一个 他不由得将目光对着了那个小女孩 就在那个小女孩从博然视线消失的那一刹那 棺材旁边缺少的纸儿又出现 他大叫了一声 然后连滚带爬地跑回了宿舍 第二天 博然确实是吓坏了 他向老师请了假 学生请假 家长必须得来接 这是学校的规矩 博然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一遍 父亲把他领出了学校 他就在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博然虽然之间像疯了一样 向马路中央冲了过去 从前面行驶过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将他撞走在地 博然的父亲跑过去 抱起了儿子 但是这一刻实在是太迟了 他父亲回头看了一样那辆车 是一辆零车 前面挂着死人的照片 父亲仔细地打亮着这张照片 发现那个老太太的嘴角 有一颗黑质 这个时候 从不远处 大钟上传来了爆石声 现在是北京时间 十二连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